這個禮拜不是發生一個在永和這個地方 就是大哥為了幾萬塊 還有一個住屋的問題 有沒有 把他的最小的弟弟給殺了之後 氣死殺害對不對 現在案情逐漸已經開始 整個輪廓都出來 明朗化 就告訴你說這個哥哥殺了他弟弟之後 他本來是說要把他弟弟放在家裡面 慢慢慢慢肢解啊 對不對 而且肢解後來就是因爲什麼 他弟弟的一個社區大學同學 找到他說 很久沒看到人要找他 而且警察去了之後 才讓這個哥哥說 警察已經發現了對不對 他開始提的東西逃亡 那好那警方根據這個監視畫面 就開始要搜索說 到底這個嫌犯跑去哪裡對不對 其實這個案件非常詭異的事情 就是說你看 這個是大哥當初 肢解他小弟的那個屍體 用的塑膠袋拍的對不對 要把這些肢體丟到垃圾車去 警方在過濾這些錄影帶畫面的時候 突然間發現說這個袋子有沒有 竟然露出一隻手掌 你知道嗎 竟然露出一隻手掌 可是他拿在馬路上 其他人都沒有看到 奇怪 警察在看的時候竟然 就看到很明顯的一隻手掌在那邊 到底說路上的人會看到的啊 竟然有手掌的話 警察在錄影監視畫面都可以看得到 很明顯的一隻手掌對不對 對 為什麼路人沒有一個人看到 你看後面就有一個女子跟在他後面走路 還明顯來來往往的人這麼多 對都沒有人看到 完全沒有人看到 所以警方就是因為這個監視器畫面 拍到這隻手掌確認這個就是他大哥 殺害棄屍案子對不對 所以有人說這個手掌是像在求救 對就好像告訴你說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因為警方一直查不到這個確實的證據 對不對 因為屍體已經被丟 放在家裡面之外 這些棄屍的到底丟到哪裡 警方根本就沒有辦法無從查檢啊 所以看到這個垃圾袋 這個是手掌還是要說原來被他丟到垃圾車帶走 怪了別人都看不到在跟警方求救 所以那天他哥哥不是被被抓到嗎 那天抓到之後很多媒體記者 其實像這種大案子 分屍案的話 很多媒體記者是早晚都手帶拍分局 分局裡面對不對 好那天就有一天 很多很多攝影記者在那邊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聽說他有開了天眼的一個攝影 就是因為他說他哥哥一落網 帶回警局的時候 他其實他腳就很奇怪 他跟一堆人坐在那個分局門口的時候 怎麼突然間聞到一股很明顯的失臭味 對他回頭一看的時候 竟然看到有一個死者 竟然就站在那邊 所以他那個心裡就想到 啊他們哥哥要帶回來 為什麼 因為他弟弟被殺害之後 他的魂都已經在這邊等的話 就表示他哥哥已經被抓到要來了嘛 他怎麼知道是死者 大家就說 對啊你怎麼知道那是死者 那個那個攝影者 攝影記者就講說 他雖然影像看不是很清楚 可是那個站在那邊的魂 是沒有頭沒有雙手也少了一條腿嘛 這個不是死者是什麼 就跟他們當初的那個一樣 一模一樣 對不對 所以人家講說 其實這個很多案件裡面 靈魂是在的 而且你知道嗎 他這個案子的話 有些魂 甚至說他會去找園警協助 或者找其他人來協助來幫助破案 這個案子最明顯的是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號 發生在那個高雄假仙的一個案子 這個當初這個果被棄事案 也很明顯這個案子從頭到尾 真的是完全靈異不斷 你知道這個屍體被丟到哪裡 是丟到賈仙的一個那個那個什麼 登山步道下面的撥坎 那個高度離地面多少 二十幾公尺七八層樓高 那就不容易看得到 其實在那邊的話 一般人去登山去登山步道 哪會在那邊看看 而且在裡面樹林茂密 怎麼可能會看到那個棉被包裹的屍體 好那天突然間有個登山客去的時候 他也很奇怪 他走去撥坎邊不知道在看什麼東西 腳這樣一滑 直接人就這樣滑下去 滑下二十幾公尺的波 更誇張的是他竟然沒有受傷 他沒受傷 因為地上都很多落葉什麼東西 他是軟的嘛 對不對 可是他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好像不舒服 什麼東西拖下去 一股力量把他拉下去 他覺得自己好像是被什麼力量拖下去的 而且他站起來好不容易掙扎 站起來他踩到一個東西 怪怪對不對 他踩到想說那個棉被在那邊 以為人家丟棄了棉被 踩到那上面應該是軟的 可是踩下去發現裡面有東西 仔細一看之後 怎樣竟然露出那個人的手跟腳 因為那個棉被已經掀開 所以他才發現說 原來這邊有一個人被丟棄在這邊 當場嚇壞 對那他報警 警方到現場去處理的時候 那天剛好下著大雨 這個員警叫做蘇吉利 他那天到現場的時候 他就是查看 觀看那些屍體大人 的時候 因為下大雨雨寫又不夠 所以他那天什麼 乾脆打赤腳下去了 他下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後來他回家就怪怪的 就開始從隔天開始 他就不死六月天 六七月的天氣 你知道他常常無緣無故 在辦公室裡面背景發涼 跑到那個分局外面 站在那個曬太陽底下曬太陽 也沒有用 也沒用 冷的感覺 就一直袭來就對了 他就沒有辦法改變 對他那個時候也不覺得怎麼樣 可是為了要辦這個案子啊 他也沒時間去給什麼師傅處理 幹什麼對不對 好那就繼續辦這個案子 那說實在話 一個人 屍體被棄在那個地方 全身都脫光光的 對也沒有證件 也沒有什麼特殊的那個 那個特徵對不對 他們就覺得說要怎麼辦 這個案子要怎麼查 那沒辦法 我想說很多案子 如果不能破的話 是不是祈求神明的幫忙 所以他們那天就跟小隊長 跑去城隍廟去拜拜 拜託你真的讓我們知道 說這是誰 至少身份確定之後 我才有辦法辦這個案子嘛 你知道拜完拜 早上去拜拜對不對 下午回到分局 那本來說吃個飯之後 馬上就接到一個報案電話 這個報案電話打來就說 這個 可是天天晚上都來給我託夢 連續託了大概快一個禮拜 每天託夢還告訴我 他全身脫光光 全身都是傷 可不可以趕快救他這樣 所以他說 那警方公布這個死者的時候 他就覺得 這會不會是他的朋友 那警方一聽說 你們朋友 那我就趕快要去了解一下 到底是不是 先從他生前的一些作息 特徵什麼生活習慣開始 還有周遭的交往情況 開始了解 所以警方就趕快派遠到這個 報案者的他家去 哪知道一進門 這個蘇吉利 遠景 你知道他一進門之後 一張那麼大張這麼用對不對 除了說有時候發冷之外 他那天進去之後 經常開始沒事就開始 啟動 就很像人家發機銅 那個附身一樣 旁邊的人一堆人把他抓住之後發現 他力氣力大無窮 好不容易把他抓住之後 然後他又恢復正常 可是這次恢復正常就怪怪的 他的右手就不停的一直擺 就這樣 那個你知道嗎 那個報案人一看之後就說 這就是我們朋友 這就是我們朋友 他生前就是有這種擺手的習慣 對不對 手就在旁邊這樣一晃晃晃晃晃晃這樣 所以他就這樣一看到這個晃說 這跟我朋友生前的動作一模一樣 對他就是他好 那這個事務身份幾乎確定 那檢方就開始辦這個案子了 對不對 那辦這個案子之後 就開始了解一下 原來知道說 這個失蹤的友人 叫做吳明雪 他是那個台南永康附近的一個富三代 他家裡非常有錢對不對 他是靠著收租啊 房子很少收租而已 可是他有個壞習慣 就常常喜歡去風月場所 喜歡在家裡跟朋友嫁來打麻將 而且那個麻將都打很大 你知道嗎 後來宇宅他的那個通聯 跟他的交往對象發現說 原來他生前跟一個女生 有點交往密切 那個女生常常去大家打麻將 打完麻將之後 還跟他借了50萬 可是他有個那個女生 有個男朋友叫做吳豐成 這個臭湯很大 他後來就常常罵他女朋友說 你為什麼常常去大家打麻將 你為什麼跟他借錢 是不是跟他有什麼什麼什麼關係 他就開始懷疑 而且朋友裡面有很多人 風言風語講說 他們兩個可能有不正常關係 所以那天他火大 他竟然找了兩個朋友 衝去那個吳明學他家 潛進去之後 就開始翻槍倒櫃 開始找東西嘛對不對 好找了找之後 那個吳明學剛好回家之後 竟然三個人就把他捆綁 捆綁之後 後來從現場你知道嗎 他那個時候不知道在問他什麼東西 從那個城市的現場發現說 他生前是遭受到很大凌虐 被人家拿鐵錘 就像我們黑道電影裡面有沒有 拇指一根一根把他敲下來 而且這個膝蓋骨都被打碎 那他們就覺得說 到底是怎樣 原來他們就是因為這個衝突 把他打死之後他氣死丟到那個地方 而且在氣死之前 他怕他氣還沒有斷透對不對 竟然還在腦袋補了一槍 所以他就把他丟到那邊說 自此之中他就已經承認說 無封城是遭案很重對不對 可是要怎麼抓這個人對不對 我現在知道 從那個女生那邊知道 無封城遭案程度很高 後來才發現說這個無封城消他 他竟然把死者生前一台BMW有沒有 車子把他拿過來 用他自己的車牌換成AB車 自己還在開啊 還敢開十九十車車 所以那個車子被找到之後 他就搖口無言 沒辦法辨別嘛 而且你在車上還有那個死者的血跡在 你知道嗎 所以全案就定罪嘛 那後來無封城跟兩個兇手 整個三個人已經被判無期徒刑